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2690毫米、1880毫米、1930毫米的尺寸是绝对的巨无霸 logo也是设计为五角星 有亚光黑和军绿亮着银色 这款车身高差不多2米 上车的时候需要借助自动踏板 车轮胎达到了35英寸 非常霸气 最有特色的是这款车的灯光 这款车的大灯可以用手机控制亮度 并且在挡风玻璃上方有100颗LED灯 内饰也走的是金属粗广风 包括中控台方向盘和挡杆都有金属包裹 还有很有特色的 但要对比其235万的售价的话 还是显得不够 动力方面采用的是一台3.6升V6发动机和RAPP增压机 华力最高可以达到450匹 虽然看起来这款车还不错 但是从2016年来到中国还是没人买 毕竟再怎么变 它依旧还是一款40多万的木马人改出来的 235万的售价能接受的人太少了